第32题,32题到35题是题主 红利根如意按照步骤实验温度计的测量原理 假以玻璃管境相同,是回答关于本实验的问题 32题到35题 步骤一,取溢锥形瓶,装满水,滴入蓝色墨水 塞入附有细玻璃管的橡皮塞 锥瓶瓶中不可留有空气 调节橡皮塞,使细管内溢面略高于橡皮塞 标示为假锥形瓶,如图一 步骤二,另取溢锥形瓶,装满酒精 滴入红色墨水,塞入附有细玻璃管的橡皮塞 锥形瓶中不可留有空气 调节橡皮塞,使细管内溢面略高于橡皮塞 标示为以锥形瓶,如图二 步骤三,取溢水槽,装拌满 经校准4度C的冷水 将夹以两锥形瓶放入此水槽中 调节橡皮塞,使两支细管内溢面高于橡皮塞 4公分的高度,如图三 步骤四 将步骤三,两锥形瓶放入装有60度C的温水中 观察并比较两玻璃管内溢面位置的高低变化情形 如图四 步骤五,重复步骤三 再将夹以两锥形瓶放入装有一度C的冷水中 观察并比较两玻璃管内溢面位置的高低变化情形 如图五 第三十二提示问 观察步骤四图四中 红酒精溢面位置如何 蓝墨水溢面位置如何 两者溢面位置变化程度 可知胀缩程度 什么较大 以上空格依序填入 我们从图上面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图四中 我们的夹一两格的气管的溢面呢 通通都上升了 而我们的蚁也就是红酒精的这里上升的比较多 表示它胀缩程度会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要选的是红酒精溢面上升 蓝墨水溢面上升 涨缩程度红酒精较大 因此第三十二提问我们说 以上空格应依序填入 我们答案选的是A 上升 上升 红酒精